美经党立委赵天龄婚外情争议狂烧宣布退选 但这把火还没烧完 因为他的外遇对象中国籍的张晴背景似乎并不单纯 赵天龄否认张晴是特务 不过前立委秋意爆料照片会流出 疑似是因为双方分手赔偿谈不拢 女方身上还有更致命劲爆的百张照片 而36岁的张晴是中国江西省平乡市人 就读国家开放大学行政管理系 在昆山华豪至尊会所工作 却照爆料他曾进入统战机构 一次过去是女间谍特务 国安局一句不方便说留下伏笔 拉开两人相视相恋的时间轴 2011年双方认识开始有合照 2014年张晴入学读书加入统战组织 赵天龄开始担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 创下房中记录 更加入国防外交委员会 2018年张晴更引医美见解民意访台 当时资料却都不可考遭烂音质疑 他的手机注册在深圳或上海 有高度的可能长期在上海跟深圳来出没 硬推双城论坛 是不是因为你早就有高雄跟深圳的双人枕头 发出去的两个立法院的提案 都跟间谍都跟刺探情收有关 明头质疑赵天龄2019年的提案 还有争取高雄市长初选时的证件 都跟两岸密切相关 也让人怀疑难道是被统战 所以现在比较怕的是 那背后到底有多少的资料 他到底卸出来的资料 目前看起来还不够 讲的边山之一角 资料越来越多 更也能证明说到底 赵天龄跟他是纯粹的情侣关系 还是是不是真的有涉及到共谍 随着越来越多资料曝光 张晴晨范背景究竟为何 如今恐怕不是赵天龄一句 不要乱揣测就能少少了事 欢迎新闻中 欢迎宣言与那台北采访报报道